其實菲林攝影和數碼攝影是一個永遠講不完話題 當然在攝影發燒友裡有一個講法 原來在研究攝影哲學的學者裡面都有另一個講法 比較有趣的話,我覺得很驚訝的 今天還有人覺得數碼影像是假的 我這幾天都去醫院做過不同的身體檢查 照了一個叫做CT scan 當然在醫院裡面可以照的 除了CT scan 之外 還有一種叫MRI 磁力共振 再舊式一點的我們還有X-GONG X-GONG以前是菲林的 是照X-GONG片 但今時今日去到醫院已經發現 X-GONG已經是數碼的X-GONG 即是說你拍完之後不用充X-GONG的影片 已經是數碼的X-GONG影像 當然我剛才所說的CT scan MRI全部都是數碼的 假如有人會認為是菲林的東西才是真的 數碼影像是假的 真的很抱歉 我告訴大家 你們假如身體是甚麼毛病 經常進去醫院 醫生靠那個影像去醫治 看見血管一條條的 清清楚楚的是數碼影像 不是菲林影像 甚至做微創手術 那個叫達文西 現在的Phantom是最新的 醫生拿著兩肢推肝 透過一個螢幕看見身體裏面那些 都是數碼影像來的 真實的 在裏面剪裏面的身體的一些纖維 長壯 剪得到剪不到 OK 都是真實的東西 你手術成功 手術不成功都要靠這個 真實的數碼影像 所以數碼影像不是假的 是真的 活生生的 所以到今天還有人認為數碼影像不是攝影 數碼攝影不是攝影 我真的覺得是比較搞笑的 當然學者會生活在象牙塔裏面 我希望他們走出現實世界了解一下 其實攝影數碼化的發展期是怎樣 攝影其實是一門 隨著科技去改變的藝術或者技術 我們最早期的 我們不能夠再堅持 我們要同版的才叫攝影 你堅持菲林的才是攝影 為什麼不再推早一點呢 推回1839年 為什麼我們不敢做呢 其實攝影是不停進步著的 我們要用一個進步的心情去學習攝影 用一個進步的心情去了解攝影 所以攝影到今天的話 無論是菲林 或者有人玩回塞板 或者更加多人進行的數碼攝影 其實都是攝影 只是它在不同狀態 不同媒體之下進行這樣 希望大家開心一點拍照 不要因為它是哪種質地 哪種材料 導致一個門派的排斥 或者是一個爭論 大家拍照 聽說 你這個人會喜歡 我可以拍照 你有很多的影片 在這裡 我可以拍照 你這幾個影片 有些誕固 你這個影片